欢迎加入环宇看东亚 您观察日韩核心议题的情报站 我是刘雨晴 6号清晨北韩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飞弹 连同4号向日本上空发射中程弹道飞弹 这个礼拜北韩第二次发射导弹 总计12天内发射6次导弹 即便美国总统拜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南韩总统尹席月互通热线 但到底发挥了多少贺阻力 美日韩军演强度够不够 东北亚区域紧张带给台海 什么警示 我们有一手观察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任满一周年 内阁满意度低迷 自民党尚未走出旧统异教的争议 东奥弊案连环报之际 岸田决定拔着儿子进入首相官邸 31岁的岸田祥太郎 将出任首相秘书官 一肩扛下机密任务 这项人事引发日本政坛高度讨论 岸田父子党其心力往狂澜 躲得过用人为亲的抨击吗 双十国庆日华肯睽違三年 访问台湾 行程满党 总统府外交国防利愿走透透 台日如何过招 另外台日韩十月国境全面解封 环宇看东亚订好机票 下周带您飞日本 马上请来宾加入讨论 首先欢迎东海大学陈永峰教授 东海大学陈永峰大家好 淡大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希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蔡希勋 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琪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本月十号是朝鲜劳动党的创党纪念日 日本防卫省加强戒备 因为北韩刚在四号朝日本海发射一枚中程弹道飞弹 也是十天内 北韩第五度射弹 更是五年来首度飞越日本上空 也是史上射程最远的一枚 韩联社指出 北韩发射的极音速飞弹最高速达17马赫 弹道最高点为970公里 发射距离大约4600公里 最近东北亚并没有重大政治摩擦 为何北韩挑在这个节骨眼 平平射弹 我们不免要问 他们内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动静 首先请问副执行长 事实上这已经是北韩 近日来 这今年以内 第40个导弹 从这个数目来看的话 的确是透露出非常不寻常的气息 它的次数真的是比过去多了非常多 40枚 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那更重要一点是 它这个导弹 从短程 中程 长程 全部都有 而且载具有火车的 有车用的 有陆机的 然后还有从潜舰来发射的 然后还有除了我们一般看到的导弹之外 还有所谓的巡异飞弹 所以从中间很多人就不免问说到底北韩怎么 那事实上今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之后呢 那大家就看到说北韩好像就开始频频的去发射这些导弹 那除此之外的话 5月呢 北韩呢 它曾经有过内部曾经有一波的这个疫情的发起 那同时当时还有人传闻说 连金正恩都有发烧 可能那时候也染疫过 所以在那之后呢 现在北韩的经济呢 可能会有一些困境的状况之下 加上10月份的时候 这个他们这个庆典呢 这个朝鲜劳动党的这个党庆的这个前后呢 所以在这个前后呢 开始密集的去发射这个导弹 来回应美日 美韩的这个军演 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那当然这中间也不免有人会询问到说 是不是跟中国有关 因为也有人认为说 是不是习近平主席 现在最近比较少看到他 是不是他透过北韩来做一些事情 来让这个东北亚这个局面呢 看起来有点混乱之下 让美中之间会有一些合作的必要 那也有人这样的看法 的确面对了北韩的军事挑衅 到底跟这个中共二十大前夕 有没有关联 是的那当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在习近平国家主席 他现在在二十大之前 我们很罕见的看到他 就是说在他的国庆的 这个中国国庆的前后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谈话 那现在我们要观察是 他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庆 10月10号前后 他会不会有一些这个 对台的一些谈话 如果都没有的话 就是可以看出来 他的确就是在专心准备的 所谓二十大 可是他在专心准备二十大的同时 东北亚的这个气氛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北韩真的就是很突出的一点 那他过去没有这样 所以也有人猜测 就是说中国希望说 北韩现在来做一些事情 那可是我们这样看起来 事实上 这个可能只是一个 北韩接下来要做大动作 之前的一个前兆 那看起来的话 现在很多人在推测 他是不是要来做 第七次的核子试验 而这个核子试验呢 可能也跟二十大很有关系 好 有可能是中国老大哥受益 但也有可能是希望 可以手中握有更多的筹码 这是金正恩的盘算 关于北韩时隔五年 射弹飞越日本上空 为何挑在这个时机点 引发各界猜测 而第一时间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表达谴责 他批评 北韩的行为是野蛮的 日本政府将继续收集 跟分析资讯 内阁官房长官松野薄一表示 北韩一系列动作 包括发射弹道飞弹 已经威胁到日本 当时日本政府紧急 对北部地区 像是北海道青森地区的居民 发出避难警告 列车也中断 但并未使用任何防御措施 摧毁这枚飞弹 最后飞弹是落入太平洋之前 但似乎已经是超越日本领土 为何自卫队不进行拦截 可能的考量点是什么 我们请问蔡教授 我会用一个叫做距离 第二个就用高度去做一个解释 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这次的飞弹的话 它射的垂直脚位还蛮高的 蛮高的话它就没有办法说射的很远 即使是如此的话 我们用这一个图来去给各位观众 做一个解释 它飞行的距离是大约4600公里 飞行的一个高度的话 大概是1000公里 那我们看一下北韩 它每次在试试这种导弹 它有一个特色 它会往轻声的方向去走 可是它如果说再往下面移一点点的话 往就会往关岛的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北韩射这个飞弹的话 它主要是告诉美国说 我的飞弹可以射到你的一个 关岛的一个军事基地 但是我如果说再把这个垂直脚 我们看一下它是用1000公里 那这1000公里的话 对日本在技术上面来讲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难度 现阶段日本可以拦截飞弹的话 大约是所谓的500公里 所以你射到1000公里的话 等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叫宇宙空间里面 像我们所说的叫做太空站的话 大概就是所谓的400公里的一个高度 1000公里的话 日本的飞弹是拦截不到 也就是说它的目的是针对美国 第二个就是你的技术上面就是拦截不到 当然因此的话 它也就不会去做一个拦截 好 对于北韩发射中距离弹道飞弹 IRBM可能与火星12型为同型飞弹 韩美日立刻做出因应 10月4号 韩美日三国的朝核问题首席代表 包括外交部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金建彤 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金兴荣 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州局长传越监狱 举行三边电话会议 三位代表指出 继上个礼拜四首度发射短程弹道导弹之后 北韩当天又发射中远端弹道导弹 这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制裁决议 我们由通话的时间点来分析 三方很快的搭上线 而为了警告北韩南韩也发射选武2号 但出包竟然失败 就掉落在江陵空军基地 一瞬间爆炸的火光吓坏附近的居民 还以为这两韩真的要开战了 我们继续请问陈老师 到底美日韩三方应对平壤当局 可能采取的实际作为是什么 当然又是联合演习吧 美日韩 所以北韩的行动当然促成 或者是强化了这件事 美国的核子动力的航空母舰 也会开进了日本海 日本海是朝鲜半岛跟日本之间 所以也就是说北韩也有动作 这边另外的日韩美当然会有共同的行动 但是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 洲际导弹 北韩的洲际导弹 不管是练习或者是实验 甚至核子武器 不好意思全部不是针对南韩 甚至也不是针对日本 它的对象是美国 是为了跟美国直接交涉 所以也就是说我曾经提出过一个三维一体的概念 也就是说核武的开发目的是为了跟美国直接交涉 就坐上谈判桌了 这2018 2019年曾经发生过 但是当然后面的事情就没有了 所以晚近特别是今年已经发射了40次的导弹 这个也有学者这样讲 最后的目的只有一个 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那个无核化不是北韩单边的无核 包括美军的撤出去 而美军的撤出就是朝鲜半岛统一的 南北韩统一的一个前提的要件 所以北韩的目的是在这边 只是说北韩这样的一个 括号前现代国家 也就是说日子过得比我们不好很多 但是仍然每天都在秀肌肉 好除了要对北韩呢 希望可以多释放出一些 民主国家的一些诱因之外 当然呢也可以看到 各国联合军演的方式 希望可以嚇阻北韩 东北亚情势也与第一岛链息息相关 但将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伍岳分析 2027年是中共解放军建军100年 虽然无法跟美军在全球抗衡 也无法跟美军在印太地区抗衡 但是资源集中地理位置等优势 解放军有把握 也自我期许在第一岛链 特别是台海地区 解放军的军力一定要超过美军的影响力 驻韩美军司令拉卡梅拉上将 他说过南韩是东北亚 安保的核心轴 也是亚洲第一岛链的一环 我们请问副执行长 首尔当局怎么看待 解放军在第一岛链 越来越频繁的军事活动 是的 那对于首尔方面来讲的话 当然是非常的紧张 那特别是韩半岛事实上就是第一岛链的起头 然后我们也知道说韩半岛上面 它本身有自己的议题 也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 北韩的核武的议题 但是我们可以从韩国的一个动作 我们就知道 南韩对于这个事情的重视 事实上也是不是站在韩国本身 就是从萨德的议题 事实上萨德议题是韩中之间关系 开始产生一个微妙变化很重要的一点 但事实上萨德它是所谓的战区防卫的 高空防卫的这个一个系统 那事实上它意思就是说 它是为了针对打远程的飞弹去建制 但是为了要建这个打远程的飞弹 建制这个系统 事实上它不会是针对的北韩 因为北韩要打它用火炮就好了 用短程的就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来讲 韩国本身就是韩美同盟 美韩同盟中的一个很重要一点 那美军基地也在这边 那同时这个基地就是为了要 牵制这个中国解放军的一些行动 所设置的 那当然它表面上是针对的 包括过去的俄罗斯 就是过去的苏联 然后现在俄罗斯 针对着解放军 也针对着这个北韩 但是对南韩来讲 它还是很想要解决的是 内部的韩半岛的问题 可是在解决韩半岛问题的时候 如何在美中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好 影视约政府希望可以加强 海美同盟的联合 那么第一岛链的联防动作 我们看到澳洲也有角色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日本防卫大臣 冰田静一 以及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 一号在夏威夷举行会议 同意加强三方的国防合作 美日澳三国防长 继六月新加坡亚洲安全会议 香格里拉对话之后再度会面 日本防卫省透露是经过美方提议 而且两次会议只相隔三个月 相当的不寻常 日方表示三方都关切 东海 南海局势变化 重申反对任何以武力 改变现状的企图 也强调台海和平稳定非常重要 请问蔡教授 美日同盟堪称高度制度化的安保典范 那么美日双方希望澳洲军 在这里扮演何种角色 我们先把这三个国家一个共通点给各位观众做一个解释 我们看到澳洲应该是个海洋国家 日本海洋国家 美国理论上虽然说它陆地很大 但是它应该是在右边左边都有海洋 它也是属于一个叫做海洋国家 那他们这三个国家既然都是海洋国家 他们针对了一个是所谓的一个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的话 它是一个陆地国家 那陆地国家它希望透过所谓的台湾海峡 透过所谓的宫古岛进到太平洋 看起来现在难度有一点难 所以大陆它就会往南去走 往南去走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澳洲跟太平洋诸岛 各些岛屿国家有时候 关系并不是处得很好 所以我们看到日美虽然我们讲叫做同盟 理论上它叫日美军事同盟 那澳洲的话又会看到一个叫AUKUS AUKUS 也就是所谓的美国英国澳洲 所以澳洲拉进来就等于是军事同盟 等于是日美军事同盟在把澳洲加进来 环绕着太平洋那一些岛的国家 因为中国大陆我们刚刚所说的 从台湾海峡从宫古岛出不去的话 它就会往南去走 它就会建立所谓的一个小岛屿 跟所谓的一些 太平洋的国家去圈一些东西 但是如果把澳洲拉进来 马上锁起来的话 这个海洋国家军事同盟就会变得更坚强 这是我的一个解读 好我们继续要来看 9月30号时隔5年 韩美日三方再度重启海上联合军演 这场三国联合军演是在距离独岛 日本称为主岛大约150公里的攻海进行 我们看到美国海军出动 雷根号航母战斗群 那么南韩的海军派出的是文武大王号驱逐舰 日本派出海上自卫队 那么是朝日号护卫舰参加 不过我们也观察到9月28号 中国的公务船今年连续第27天 驶入钓鱼台12海里内 所以我们请问陈老师 未来联合军演一定会更加频繁 这样会不会改变日本海上保安厅 单独面对中国海警船的现况 现在就不是单独面对了 中国的海警 海警是对内的 看起来是对内的 就跟海上保安厅日本也是对内 我们的海巡也是对内 基本上是警察单位的扩充而已 所以说再来 特别是前两年 一年中国的海警船进入钓鱼台海域 333天 一年是332天 今年大概说不定会超过那个天数 所以除了台风天之外 每天都进去 所以已经日常化 晚近日本的右派的媒体 也一直报导了这件事 事实上战争状态的存续 也就是说中国方面 那个当然是海警船为主的 日常性的在台湾的东北海域存在 日本当然是故意把它爆出来的 所以也就是说威胁是每天都存在 这件事情当然会引发 或者是让日本韩国美国之间的 共同的军事演习更加的强化 或者是频繁 另外台湾怎么样加入这样的演习 说不定是再来我们必须要思考的 下一阶段我们继续要来了解 日本政坛最热门的话题 岸田文雄的长子 亲上火线就父亲 挡得了多少炮火 马上回来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